我们有一位小李同学,从初中开始就爱玩游戏 到了大学没人管,更是肆无忌惮 对学习和撩妹都没兴趣 掌握到什么程度,用鲁迅的话讲 一天不吃鸡,他就会窒息 可惜快乐的生活总是那么的短暂 四年时间一转眼就过去 到了毕业季,看着睡在上铺的兄弟们一个个都落实了工作 安心搞毕业设计,小李同学慌了 面对现实这个终极boss,还想着绝地反击 虽然感觉自己菜得像个弱鸡 灰心丧气地在私信里问我 童子,我现在啥也不会,人生一片灰暗 我该怎么计划未来啊,我还有未来吗 大家好,我是烈焰童子 其实啊,小李在我自我认知上有四个错误 不仅仅是他,在一些重大机遇和选择面前 同学们都会对自己产生一个误判 既看不到全面的客观事实,又倾向于全盘自我否定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看明白这四个错误 帮各位出高中大学的同学们 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从网自飞薄的泥潭里爬出来 走上金光大道 第一个错误啊,认为游戏害人 其实,人贪玩是本性 高中时代崩了三年,学习的压力 毕业之后产生报复性放纵,这很正常呀 这就像03年非典过后的报复性消费一样 需求憋久了,一旦释放控制不了 其次,人都是社群动物 社交中发现新奇的东西 互相交流,互相模仿 有的人玩游戏,有的人搞对象 有的人热衷饭桌酒局 有的人沉迷舒适的被窝 不玩游戏也可能玩别的 自控力差才是耽误你前途的原因 给你举个例子啊 忽兰,作为一个脱口秀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算系硕士 在读书的时候偷偷去网吧 却能坚持每次只玩半个小时 连他自己都说,觉得自己是个狠人 另外,资本现在已经渗透进校园了 他们也把享乐主义带进了校园 学生的经历和关注呢 就会更加的分散 从群体影响到个体 进而呢,也就影响到你 所以我说,不是游戏人的祸 而是人的自控力的问题 自控力差导致轻易被影响 沉迷其中,乐不思数 第二个错误 迷茫是孤立现象 我们来看2018年游戏人群洞察报告 到2018年第二季度 移动端用户的玩家就已经突破了12个亿 典型移动游戏玩家人群中 00后这个年轻群体 对移动游戏的热情最高 其中男女占比分别为25%和22% 那00后是谁? 证实目前在读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 12亿玩游家人群中 喜欢玩游戏又自律性差的大学生 到底占比多少呢? 随便乘以一个百分比 比如十万分之一 就是假定十万个游戏玩家里 有一个是沉迷游戏 无法自拔的大学生 那这个数据其实就已经很大了 有1.2万人 那如果是万分之一 如果是千分之一呢?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份数据 Quest Mobile在校大学生洞察报告里显示 仅2018年 国内在校本科和专科大学生规模就有2800万 从消费能力上来看 在校大学生的消费能力高过整个移动互联网群体 反映在图表上 单元消费超过200元甚至1000元以上 全部加起来 在校大学生是67% 而移动互联网用户呢是59.2% 从用户手持设备价格上来看 在校大学生的购买力 也远远超过了移动互联网整体用户 使用的品牌竟然最多的不是性价比 发烧王小米 让人很意外 这些大学生很有钱啊 既然学生这么有钱 有钱不赚放在地上等着烂 嗅到金钱味道的游戏公司们 肯定是不会放过的 眼见韭菜长是喜人 我不嘎 别人也得嘎 一家好的游戏厂商之所以能赚到钱 就是让白嫖党给他们贡献流量 让课金党给他们贡献妈咪 认同的请大家在屏幕上扣过一 只有对玩家的七寸拿捏到位 才能赚得盘满钵满 只要一款游戏吸金能力强 玩家众多 必然有一堆人沉迷在其中 不能自拔 第三个错误 只看到自己的劣势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大家在升学和就业时 又不约而同的来到了一个新的棋点 只不过有些人选择的是快车道 有些人是慢车道 有些人开的是奔驰 有的人开的是老爷车 学历只是一个敲门砖 人生的路其实有很多种走法 怎么走出精彩 还是要看后天的努力 等你参加工作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你学的那些专业课程 大部分在工作里 其实根本用不上 有些还得冲头学 而学习能力和自空力 才是大学这个阶段 给你的最宝贵的财富和经验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从1977年的27万人 到2017年的762万人 40年间我国累计录取 专本科大学生 总数约为1.1个亿 看起来很多 如果用41年来录取大学生的总数 除以我国现阶段 13.9亿的人口基数 这个数字就是8.33% 我们简单理解为 全国人口 大学生就是专本科 大学生比例为8% 那只要你是一个大学生 其实在学历上 就已经碾压了92%的中国人 你可能以为大学生 根本不值钱了 实际上把目光放在全国 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除了北上广山等一线城市外 大部分城市都处于人才饥渴的状态 所以降低工作要求 去往更需要你的地方 还是充满机会的 这就和大龄圣女找对象一样 并不是他自身条件不好 而是他要求对方的条件太苛刻 那找工作就会找对象一样 啥也不会 还想月薪过万 你打不上天呢 先找份工作 踏实干起来 再慢慢骑律着马 稳妥得多 第四个错误 玩游戏的人一无是处 玩游戏的人最明显的第一大优势 是提前适应了996工作强度 游戏玩得猛的选手 电脑面前一做一天 玩游戏的强度早就超过了 互联网公司的996007 将来能更好地适应高强度工作 为公司做贡献 多牛叉呀 第二 智商潮群 玩游戏的人脑子肯定不会太差 只有智商高的人 才能在游戏的不断摧残中活下来 体验到玩游戏的乐趣 只有归功于玩家们 智商高 善于归纳总结 比如玩塞尔达的神庙解谜系列 这个精神头好好用在工作上 不会太差 第三 心理素质过硬 玩家们心理承受能力 一般都很强 玩游戏实际上 一直是在主动挑战障碍 旅败旅战 旅战旅败 相比于游戏 社会上的困难力量更多 那越早受过挫败教育的人 越能在现实中游刃有余 如鱼得水 第四 目标感 方向感强 游戏中充满明确的任务导向 把游戏中的任务系统转换个思维 用到工作中你会发现 只要给自己立下清晰的阶段规划 那完成人生的阶段升级 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 第五 有团队意识 理解合作共赢 比如玩英雄联盟 有上单英雄 有中单英雄 有打野英雄 有辅助英雄 有射手英雄 配合的好的团队才能赢 团队能赢 你才能赢 而公司里也有技术 商务 销售 客服 等等等 互相配合 才能拿下单子 做好服务 你才有钱赚 顺便说一句 我们那批大学生 正好赶在了中国互联网的 网游园女 把时间浪费在玩 传奇攻沙拉克 当年盛大运营的那款游戏 后来的贪玩蓝月 算是她的姊妹片 离你已经很远了吧 我们是2000年那一批人 后来呢 也是该找工作找工作 该上班上班 谁也没有比谁 差到哪里去 万事开头难 消灵 千言万语 我想和你说的就是一句话 别老贬低自己 建议呢 你还是放下思想包袱 退出游戏 调整一下心态 该做毕业设计 做毕业设计 该出去找工作 就出去找工作 是个人呢 总得面对生活 现在这点困难 根本不算什么 以老朽 蹉跎了70多年的岁月来看 小脸 你还是太年轻 毕竟 未来只会更加困难 加油 看好你 我是烈烈童子 是兄弟 就来看我 再见 来看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